自从我发布了冷气不要开厨师之后呢 有蛮多的网友说我在乱讲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来专门讲冷气的厨师功能 那这一支影片我会尝试的把厨师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保证你看完之后对厨师会有更深的认识哦 欢迎来到矿角小时,我是老柯 影片开始之前,先进入工商时间 衣服很容易破,很容易坏 坏掉还不能单买衣服或者是风扇 一次只能买一套哦 像是一套我用三个月或半年就坏了 所以我决定自己请厂商做空调服 既然决定自己做自己穿 当然首选就是要耐用嘛 目前这一款我穿的快一年 完全没有任何的破损 穿的真的很开心哦 我这次挑选的衣服材质非常的轻 再加上电风扇的话呢 穿上不会有很笨重的感觉 风数有四段变数 电池电力可以在最高速的状态下为17个小时 我这款空调服与其他品牌的空调服最大的不同是呢 我的背后有这个剪裁设计哦 可以更容易的让风往你的脖子脸部吹 感受到的风量呢 真的是比以往我穿的任何一个款式的风量还要大三倍以上哦 但任何产品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如果你在工作的地方有热源像是厨房之类的 就不适合穿空调服 因为会把周遭的热气往你身上吹只会更热哦 还有粉尘风沙比较多的工作场所也不行 反正大家要购买之前呢 请先跟小编联络了解你的职业是不是可以穿哦 避免一来一往的浪费时间 一套空调服里面有衣服充电器 风扇两颗 连接线电池 目前所有配件都可以单独购买 现在购买一套还有多送一颗电池哦 送完为止哦 购买7天内如果不满意呢 只要是产品与外包装完好的状况下都可以退货 顺带一提 产品是台湾公司大陆制造 要购买之前呢 请签确认这个虾皮卖场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虾皮连结直接购买 这集我会尽可能的讲的简单一些 让一般消费者能够听得懂 但免不了会解释一些专有名词哦 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完 这里我会分几个部分来说明哦 第一个冷气除湿的原理是什么 第二个为什么开冷气觉得很湿 开除湿却不会觉得很湿呢 第三个开完冷气或除湿还要不要再送风一段时间呢 第四个开除湿比较省电还是冷气比较省电 冷气的除湿是因为通过压缩机制冷 这个时候蒸发器就会变得非常的冰产生温差 形成冷凝水之后呢 整个房间的湿度就会降低哦 而冷气除湿不同的地方是热能会从室外机出去 那除湿的原理就是这么简单啊 像是这一集的留言下方有很多的疑问哦 开冷气的时候也会产生冷凝水 那不是一样也是在帮房间涂湿吗 这题我给的答案是以前是现在不是哦 很多人的观念都还停留在以前的观念 年纪稍大的五六七年级生应该都有体会过 以前吹冷气的时候都要在房间摆一杯水 为了就是不要让房间太过干燥 那你们就不好奇为什么现在使用的冷气 房间不用再摆一杯水了呢 原因有三个哦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变频冷气要省电 就必须提高控制温度的精准度 就可以让冷气的蒸发器保持在稍微冰凉的状态 维持温度省电哦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换了比较环保的冷煤 导致新的冷煤用了原本不这么密集的蒸发器 冷度很差 只能借由蒸发器的厚度加厚密度加密提高冷度 而蒸发器厚度加厚密度加密的优点还远远不止这些哦 加厚加密导致水更容易残留在蒸发器上面哦 让消费者在使用冷气的时候不再感觉干燥 第三个原因是有些厂商为了使用冷气的舒适度 做了会让冷气的积水盘除水的设计哦 我试了大部分的品牌在两边的排水头拔除的状况下 都还会很明显的看到水盘积水 这个冷气师傅们呢可以去观察一下 十几年前的冷气水盘与现代的水盘就知道了 所以也就是说呢 因为温度控制精准度的关系导致湿度增加 蒸发器的厚度加厚密度加密 导致水残留在蒸发器上面湿度增加 再来水盘做成稍微积水湿度增加 当然这种控制湿度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想象成都是有经过实验室去研究的哦 但是厂商希望冷气的湿度停留在60% 但却无意间因为消费者的一个动作变成80% 是什么动作我们待会会讲到哦 这就跟刚刚说的哦 厂商为了变频冷气的舒适度 改变了很多的东西维持湿度 但大多数的人不知道的是呢 大家因为空污PM2.5的关系变得不爱开窗户 也是导致湿度变高的主因之一 原因是因为不开窗户导致室内闷热 产生温室效应气体 气体中的成分包含水蒸气、二氧化碳等等的多种气体哦 都会提高室内的温度 所以才会感觉吹冷气越吹越湿 而我们使用冷气的时候 会根据温度设定的关系 冷气自动调整蒸发器的冷度 越接近你设定的温度 压缩机会维持在低频运转状态 蒸发器也就变得不是这么冷哦 为了就是保持你遥控器所设定的温度嘛 相反的使用冷气除湿功能的时候呢 蒸发器一直维持在很冷的状态哦 这个大家可以做个实验 你调整到冷气温度26度等一个小时后 你手把它放在蒸发器上面呢 这个温度绝对不会比厨师功能还要来的冰哦 而且不知道各位消费者有没有发现 当你调整到冷气的厨师功能呢 是无法把风量调整到强风的哦 原因是因为当你功能调到厨师把风量调强了 这就意味着风从冷气出来也把水分吹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会跟开冷气是一样的哦 所以大部分的除湿功能呢限制了风量 风量变小变成无法带走蒸发器的冷 冷就会留在冷气内部产生大量的冷凝水 再借由冷气的排水管排出去 带走了很多的冷凝水 进而达到除房间湿度的效果 也就是说呢 现在的变频冷气一边吹冷气会一边保持湿度 所带走的冷凝水 绝对不会比除湿功能还要来的多 你想想看一瓶稍微冰的饮料 从冰箱拿出来产生的冷凝水 会比结冰的冷凝水还要多吗 所以这样才会让很多人觉得开除湿 比开冷气还要舒适哦 因为开冷气的湿度都会维持在七八十度左右 会舒适才怪的 开完冷气开送风是为了让冷气内部的湿度降低 让霉卷生长的环境变差达到防霉效果 但经过我多次的实验下发现 在室内的空气品质与湿度都一样的状况下 冷气关闭前开送风 并不会让冷气干燥达到防霉效果 也就是市面上的冷气功能中的机体防霉是很难防霉的哦 这时候大家先别激懂哦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冷气厂商骗人哦 而是要让机体防霉有效 还需要多附加一个条件 就是室内的空气品质良好的状况下呢 机体防霉才有用 而我所谓的空气品质良好是要空气中的氧气二氧化碳这类的物质 其实达到良好的状态才有用哦 而不是你房间使用空气清淨机 就会变成空气品质良好 我知道我的观念跟一般大众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异 会说这些都是我经过无数的案例得来的 但说这个离题 因为这跟我的频道有点不太搭啦 这类的资讯若大家有兴趣啊 我会再另外做一集为大家讲解 省电其实是非常难计算的 因为有定屏、变屏、天气、安装地区、旁间、屏数等等的其他因素 都会去影响到电费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我认为并没有绝对是谁比较省电哦 但如果是定屏冷气开除湿压缩机是不停止的状态下 的确会比开冷气还要来的省电哦 原因是因为压缩机重复启动的电力呢 比维持的大很多水耗电 相对的变屏冷气要省电呢 我认为还是要用冷气功能风量调整到自动哦 会比厨师功能还要来的省电 但我必须说一定会有厨师比冷气功能还要省电的案例 只是我认为几率很小就是了 最后其实大家开冷气厨师开的越多 对我来说是越好哦 因为我是做洗冷气的嘛 现实就是冷气的厨师开越多 涨煤就越快 涨煤越快我的钱就赚的越多嘛 那身为一个洗冷气的业者 我叫你不要开冷气的厨师功能 不是在挡我自己的财路吗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所有的影片内容 都是按照我自己思考不断实际执行哦 不断的推翻得来的结果 只是分享我对一些事件的看法 若不喜欢就就真的别看就好了 要是气坏你的身体 我真的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如果大家只是因为某些的既定印象 推翻我的研究结果 那我也只能说我尽力了 信不信在于个人嘛 我都尊重了 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 喜欢记得订阅按针分享 我是老柯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